大家来讲 燃烧氟氟氟氟去拿出 energy 是一个很快称方面的方法 但正正因为这么方便 所以现在绝大部分我们在用的能量都是来自fossil field 但原来烧fossil field 除了会带来方便的能源之外 还会带来pollution 其中一个近二三十年立得热烘的问题 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就是因为combustion of fossil field 所产生的carbon dioxide 而引致 不过当然有一些全球人均carbon dioxide 排放量最高的美国人 不太相信这套理论 但从科学角度去分析 就是carbon dioxide 排放以至到全球暖化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 只不过又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这么无知 一位美国前副总统戈尔 他在读大学时代已经开始研究 carbon dioxide 的浓度和地球温度的关系 亦因此他在200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有关戈尔的研究 大家可以看一套奥斯加最佳纪录片 《绝望真相 and inconvenient truth 》 很值得看 究竟carbon dioxide 如何引致全球暖化呢 carbon dioxide 是其中一种所谓的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当高能量的太阳光穿过 atmosphere 照到地球表面之后 它会令到地球表面的温度上升 温暖的地球表面 会 reradiate一些比较低能量的 IR radiation 红外线回到太空 但 atmosphere 的 greenhouse gases 包括 carbon dioxide 会将这样的 energy 被吸收 而令到 atmosphere 变暖 可以令到生物有一个温暖的环境生存 但若果因为人为的因素 而产生过量的 greenhouse gases 尤其是燃烧 fossil fuel 所产生的 carbon dioxide 就会引致过多的 greenhouse effect 而令到产生 global warming 这个 graph 正好说明 concentration of carbon dioxide in atmosphere 和地球平均温度的关系 虽然大家看到 其实地球平均的温度 只是升了不够一度 照计应该对生物没什么影响 但是为什么全球各国都这么关注呢 虽然温度只是升了一度 不会热得死你 但是对于全球的气候变化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例如它会加速 polar ice 的溶化 而令到水位上升 而溶了的冰 又会影响水面的温度 而令到会有极端的气候变化 所以 global warming 绝对是关你和我 和全世界每一个人的事 关乎人类灭绝的问题 要减慢 global warming 的惡化 最直接的办法 当然就是要减少依赖 用 fossil fuel 去取得能量 少一点 fossil fuel 发展其他不会那么破坏环境的 energy sources 种多些树 减少破坏森林 就可以吸走多些 carbon dioxide 这些全部都是可行的方法 Green house effect 的影响 一条片怎么都说不完 大家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看一下 Winter Sir 极力推介的 An Inconvenient Truth 除了 carbon dioxide 之外 空气中间还会有其他 比 carbon dioxide 的 greenhouse effect 更加邪恶的 greenhouse gases 例如有比 carbon dioxide 高出 30 倍的 methane 和高出 2000 倍的 ozone 尤其是 methane gas 因为为了减低对石油的依赖 各国不断都会发掘新的能源 包括开采叶岩气 shell gas 和可燃冰 但其实这两样东西 主要的成分都是和 natural gas 一样 都是 methane 所以如果在开采这些能源的时候 洩漏这些 methane gas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就更加不堪设想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 找找相关的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